很多的關卡 我都失誤 然後是你們 尤其是Amanda 我老實講 你不要這樣子 沒有 因為剛剛開玩笑歸玩笑 因為其實Amanda 我覺得一個團隊裡面 最重要的是那個精神領袖 有時候我也會沮喪 但我覺得她的那種精神 就是那種 笑臉笑臉的精神 真的會讓我們 是是是 其實很重要的一點是說 我覺得 因為今天我們的黃隊 有兩個是第一次來的 所以我第一次 第一天的時候 我有點是讓大家放輕鬆 用交朋友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 就是感情更好 然後我們想說第二 就是等於說第三天的時候 我們在一起奮鬥 我們第一天那個關係的建立很好 欸 謝家健 你自己講 一開始是怎麼樣怕我 到沒怕我 聽到KID的名字 就覺得嚇到這樣 蛤 要跟他同一組 我會瘋狂 他就是不知道怎麼控制這個 對 跟他接觸了第一天 會覺得 很Nice 然後就要用愛來感染我們 讓我們有一個團結的精神 真的真的 對 然後壓力很大的是未慢 對 其實是你是隊長 我是很開心的 我也沒有先人為主 覺得誰比較強 但我就是覺得 我聽你的就對了 可是我就是一支書 然後你中間有柔性的告訴我說 我要積極 我要積極 然後我才開始檢討說 我是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因為我也很珍惜 有這個團隊精神 又明天就要結束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放輕鬆 我就是覺得 好 要贏才好玩 對 給我自己一個理由 要贏 對 可是其實我也很感謝 跟你們三個 很多的關卡 我都失誤 然後是你們 把它救起來的 尤其是Amanda 我老實講 沒有這樣子 沒有 因為剛開玩笑 歸玩笑 因為 其實Amanda 我覺得一個團隊裡面最重要的是 那個精神領袖 有時候我也會沮喪 但我覺得他的那種精神 就是那種 笑臉笑臉的精神 真的會讓我們 不放棄 是是是 我希望 未來 不管你以後再 也會不會再來參加 我很大 未來會不會在黃隊 或是在黑隊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記住 我們 反敗為勝的這一天 對 第二天開始比賽的時候 我覺得我都是在一個 暖機的狀態 好像很放鬆 然後可是又在熟悉 然後就是一直在感受 每個人的狀態 然後到晚上好累 然後就覺得說不行 就是 我要給我自己一個贏的理由 我發現我沒有想要輸贏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其實贏很好玩 對 而且大家會開心 我覺得很關鍵的是 第二天 那個半夜的那一趴 我得第一名 那個給我一個很大的信心 就這樣我覺得說 好像遊戲跟經驗沒有關係 我其實可以很放輕鬆的去享受 大家都覺得 我不會去上綜藝節目 我自己來之前 其實心裡非常的焦慮 而且很多遊戲 是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又很怕自己會受傷 但是來到這邊之後 第一天我會發現 其實我自己很開心 很投入地在玩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把這個過程當成是一個 真的是在 小時候玩遊戲的過程感覺 他那你當初是怎麼答應來這邊 以前 其實我答應過小鬼的以前 他有邀請過我一次 這樣我說好 下次有機會我一定跟你一起上 這樣子 但是就是對 輸贏其實對我來說沒有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整個過程 就是大家團結的精神 然後玩鬧的過程的開心 我是最 我最有受過的